我们看到在裁判的带领下 双方球员已经准备步入场地 今天的裁判是来自西西兰的大个裁判 马修康格 主裁判不为所动 大概他也听不懂汉语的倒数 这个时候康格吹响了上半场开始的哨音 各位球迷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皮肤体育为您带来的 2018燕京皮育独协杯最终决赛 在济南的奥地中心体育场 北京国安客场挑战山东里头 那巴克尔布颇有点孤军奋战的意思 其他的队友离他确实有点远 这波公司漂亮的跑动 打满好弹 门家韩荣泽做出了精彩的呼吸 没错 发挥了非常好的投资 这个赛季初呢 我们看个这个是进攻啊 好的脚后跟 把坎布又得到了一个好机会 很危险 是的 但是这么关键的比赛 官队肯定孩子必须得上 漂亮 16分钟 比埃拉取得了这球 克队先破门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现在这个防线 对这个防线的组织 后上一个人不够 面对杰尔 右脚不线球 撞住而入 没错 这两个队员 就是官队这俩外员 如果能在封线上 到进区内能打这种配合 那真是很难防 是吧 今天这个进球也是 比埃拉参加的 七场独协杯比赛 中卡顺的第五个球 目前在这一届的独协杯比赛 他能让他进行 收合榜战局第一的位 我全是 我的梯队非常好 刘军帅 又进进区 角度很小 打门 这边飞产 封挡了射门 好的 打门有了 31分钟通过定位球 鲁能扳平了 吉尔 这是他赛季的 第二个独协杯进球 31分钟 鲁能扳平 双方走比喷 2比2 吹风了吧 慢进手来了 扑出来 球有点半撞 撞向 还有一个反弹 对 这球侯子扑着 难度挺大的 对 难度比较大 早年间离瓦尔多就爱打 对 对 在门将 让身前两米左右的地方都反弹一下 让门将特别难受 因为他的身体状况感觉比手回和交手的时候还要差 好球 转身打门 后卫手贴住 张涛贴住了贴来 对 这就还扳平之后啊 这个劲儿还不收回去 好的 哇 又一个立中 哇 看 这高点防不住啊 是 这也就是什么呀 现在因为后卫线落到小禁区 跟守门员中间共挡小了 嗯 这叫什么是大绿神 嗯 嗯 马家的话给它改成后腰 嗯 全是人啊 哇 漂亮 嗯 这个球应该寒如泽碰到了 啊 好的 调成 跌了 右脚弧线球 耶 又是这根立柱 啊 又是这根立柱 啊 又是这根立柱 金睛道 这会儿呢 天后位可能不一定能上来以后 平常很好就错呀 贝来 进区内拿球是背身 不丢球 再交金睛道 右脚传中 在后点 非常准确 哎呀呀呀呀呀 这个太可惜了 哎 身后 带老板 调成处到一位的位置 哎 门叫出击了 打到队友 赶紧大脚解围 排判吹停了 因为可能是击打到头部啊 所以排判是吹停的比赛 但李肖峰知道 对于老将的作用啊 其实是非常注意开发 因为球没有威胁 虽然小有脱手 盘仲泽还算稳当 右边上来 看看江涛这个位置的传球 哎呦 哇哦 哇哦 81分钟 鲁能太困难了 现在麻烦了 二比 这个球谁顶的 张希哲吗 张希哲 瓢成的传中 你看 你看又是奥古斯托 撕到这个大对角 中午几个都 三个点 三个点 哦 这个球给的好 是吧 塞的好 给的好 越过了所有的高点 是 是吧 越过 张希哲抢的这个位置 有点像谁啊 曼城 曼城最近那场比赛里边 阿龟罗 最近两场比赛里边 那个投球 呃 王同跟戴林 在家的时候 已经来五了 都在 后点有了 89分钟 卡尔得力 89分钟 这个时间 2比2 啊 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 就看 古时的时间有几分钟了 对 当然这个天球对鲁龙来讲 时间还不够 嗯 哎 这个又又 吵起来了啊 哈哈 这个球 哎 哦 这球吹了反规了 吹了攻防反规了 嗯 啊 但是这几波的高空球啊 是 确实形成危险了 说啊 哎呀 余老 嗯 不能叫余老板啊 余大宝跟戴老板 对对对 这会儿呢 就是你进区那第一遍 但是中卫多 这个球呢 可能防不上防 是 戴林也是急 哎呦 戴林是两黄一红啊 哎呦 这边韩荣泽也上了 大空门呢 大空门 传出来 哎呀 还发倒了 这个韩荣泽回了 这个太有意思了 啊 我们这样已经回了 是把坑布发倒了 这边让他赶紧起来 哦 这个时候主裁判康格 已经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2018 燕京啤酒 中国足协杯决赛第二回合 在济南奥特中心体育场 北京国安队和山东鲁能队是打成了2比2平 总比分3比3 但凭借着客场进球多 北京国安获得了2018年足协杯的冠军 在此向北京祝贺国安表示祝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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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